第五百九十六次雙周會 第五十六次雙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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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開始 第五十六次雙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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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六三次雙周會 現在周會 這六七暴動有什麼現實意義呢? 我覺得有 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就是我們要尊重歷史 尊重事實,尊重我們良知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察覺到 回歸之後,沒多久 已經有一種力量想去改寫這個歷史 第二個 值得我們今天來談的就是 當年 造成暴動的原因 究竟有沒有深刻去反省呢? 在這裏看到就是 誰能夠反省 誰的事業就能夠進步 如果不能夠反省 禍害其實是延續到今天 第三,我想請大家切相一下 假如當年 暴動 發動者 是勝利 那今天的香港 會是一個怎樣的香港呢? 歷史沒得如過 但大家不妨想像一下 第四 之所以為有現實意義呢? 就是如果在大陸那方面的阻礙 又是再新到香港的時候 香港怎麼辦呢? 這個呢? 我到時說下去的時候 就會看到 這個 假設 並不是假設 而是一些很實際 出現的問題 為什麽我 覺得是 第一個 重要的現實意義就是 在尊重歷史那裏呢? 因為呢 那裏引揚了李懿 早幾日有篇文章 他說 有人想淡化暴動 美化暴行 那我自己覺得呢 George Orwell 講過很多 在他1984的書 說 誰能控制過去 誰能控制未來 誰控制了現在 就控制了過去 這句話呢 是很貼切的 當年 策動暴動的 團體 今年成為特區的 權力的 一些中書 他控制了 今日的政權 他就 有意去 改寫 當年的歷史 George Orwell 又這樣說 在說方的年代 這樣說真話 本身就是一種革命的行為 即是說你不需要拋頭路洗熱血 你只是堅持說真話 你本身已經是好革命了 所以我們要守住歷史的真相 回歸以來 很快就出現一個 要改寫歷史的趨勢 就是 2001年 特區的大紫荊長 頒給楊光 同時 金紫荊長 頒給何祚之 頒大紫荊 就是特區最高的榮譽 刺一刻的就是金紫荊 發出了什麼政治信息呢 第一 實質性地為六七暴動平反 很實質的 即是這個 實際上 這個gesture本身 就是平反 六七暴動 但為何又厚羊而薄河呢 發出了什麼訊息呢 羊是策動暴動的 何祚之的商業電台 是反對暴動的 大家都知道何祚之的商業電台 商業電台的播音員林彬 就是被 在六七暴動的時候被左派 是燒死的 所以 你從 將一個 最高榮譽 頒給策動暴動的人 將一個刺一等的榮譽 頒給反暴動的人 那 在特區政府來說 哪個主持 為何會這樣擺呢 他的傾向性是否很明顯呢 還有呢 我當時很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 特區 就是剛剛過度 沒多久 就要馬上 來改變 這個香港人對六七暴動的認知呢 這個人是很立悶的 就是 回歸之後 有很多事情做 為什麼這麼快就要來 改變 就是 香港人的那個 價值呢 自從特區政府開了這個投資後呢 就開始有很多 著作 就是要來改變 大家對六七暴動的看法了 譬如說 2009年 周易先生 他是我文匯報的舊同事 設了一個香港公運市 就完全是為這個六七暴動呢 是 是 漂白美化的 跟著呢 就是 2010年 民建聯的 議員 黃定光 陳鑑林 公開 否認 林彬的死 是左派所為 這個是 會 是 這個 六七以來 沒有人敢 這樣去否認這個事實的 但是 在 在2010年 就開始 民建聯的議員 就開始 要來否認這個事實了 2015年 警網 那個 網頁 就改變了 對整個 沙頭角事件的論述 跟著 就這十年來 不少昔日的少年犯 提出 平反的訴求 這就是 這個 警網 大幅 生改 警隊的 歷史 的時候 改變了 對大家對六七的認知 首先 我想 說一下 我自己 如何定義 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 我是這樣定義的 是一場由中共 香港 地下黨 策動的 旨在 奪取 港英管治權 的政治運動 港共 藉著當時 社會存在的 嚴重矛盾 動員群眾 採採 文革式 鬥爭手段 發動恐怖主義襲擊 意圖癱瘋 港英 政府 我 作這個定義的時候 是很謹慎 至針俱著 我是 make sure 所有 和六七暴動 有關的要素 都包含在這個 這個 定義裏面 你可以不同意我這個定義 就正如好像 左派很多人 是很反對我的 一些看法 不要緊 你可以 反對我的看法 但是 我這個定義 包含所有 和六七暴動有關的要素 只不過 你的要素 在你那裏 稱先些 在我這裏稱重些 你不可以否定 有這些要素 在這裏 這裏我列了 有一個表 列舉了 就是香港主流社會 對這件事的看法 和左派的看法 大家的分歧大到怎樣呢 大到是說 對這件事 你怎樣稱呼它 都是很 很爭議 香港社會 稱之為左派暴動 左派社會 稱之為反英抗暴 曾經有個中央有個官員 大家可能都聽過他的名字 叫强世公 他是港澳辦 專門研究基本法的 他想 提出一個比較 執蹤一些的提法 叫做 1967年 抗議事件 很中性 又沒有暴動 沒有暴動 沒有暴動 即使他一個中央官員 試圖用一個比較 緩和的 的 詞組 來形容這場運動 都受到左派 強烈的反對 有個左派 在他 有個網站叫做 67動力 寫了一篇文章 就質問這個教授 這個北京的教授 意欲何為 所以我看到 怎樣去稱呼這件事 都是 大家的張力都很大 至於原因 說到原因 更加是張力很大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這是比例 我認為 內部原因 內部因素 有 佔三成 外部因素 即是文化大革命向香港延伸 這是主要的 佔七成 如果你可以 申請一些 wage 時 wating 就應該是這樣的 wating 但是 左派來說 絕口不提 文化大革命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工聯會 在 六十周年的時候 發表了一本 他們六十周年的會慶 形容這個 六七暴動的時候 是隻字不提文化大革命 這完全是 不符合歷史的真相 我這裡只是舉兩件事 就可以看到分歧是這麼大 然後下面的 很多細節的事情 時間關係 我不一一細術 我認為內因佔三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都很了解社會狀況 而且親身感受香港在 六十年代 我開始懂事的時候 我親自看到的東西 民族矛盾是很尖銳的 民族矛盾就是指中國人和英國人的矛盾 階級矛盾是很尖銳的 階級矛盾是指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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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一場這麼大規模 持續八個月 死傷千多人的暴動 為什麼呢 1966年 天升碼頭 天升小倫加一架斗嶺 引發一場暴動 為什麼斗嶺可以引發一場暴動呢 關鍵因素就是左派沒有介入 你看看當時的報紙 文匯大公 是呼籲香港政府要早日平息暴亂 呼籲市民不要參加到去 所以你看到就是 假如沒有外力介入的話 香港的矛盾更尖銳的話 可以引發暴動 但不足以引發一場 長達八個月的暴動 所以 持有外恩論 七成的原因 是文化大革命的輸入 因為從當時所看到 第一他們的精神力量 強調是毛澤東思想 物質力量 是中共當時撥 一千萬港幣 給香港來的工人 那個年代 香港一層四百呎的樓是多少錢呢 兩萬元 一千萬是可以買到很多東西 組織力量 我們看到整個中共香港工委 全力在背後 所有的宣傳 都是文化大革命式的宣傳 聲援力量 就是全國各地都有聲援香港左派工人的 甚至乎軍事力量 都動用了 所以你看到整套東西 假如沒有外力因素的話 香港暴動根本搞不到那麼長 這場 由勞資糾紛發展成城市恐怖主演 我覺得是有預謀的 何以見得有預謀呢 因為在香港暴動之前 首先發生了澳門一二三事件 澳門一二三事件 澳門一二三事件 是文化大革命 向境外 輸出的第一個出口站 文革起動之後 馬上傳到澳門 所以澳門1966年12月3日 發生了一二三事件 一二三事件之後 又是一次暴動 澳門葡萄牙跪低 實質上澳門的管治權 便去了澳門地下黨 因為澳督簽了認罪書 實際的管治權便去了澳門地下黨 澳門贏了之後 香港工委組織大批的人 去取經 準備照版煮碗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預謀的 亦有計劃、有部署 詳細細節不說 我這裏有些例子 為何我稱它是一場恐怖主義呢 因爲它符合所有 無論聯合國的定義 或者是中國自己本身的定義 什麽叫恐怖主義 它符合它的要素 因爲它是一場恐怖主義的特點 在香港的一場恐怖主義 特點是什麽呢 特點就是利用學生製造放置炸彈 定點執行私刑 譬如將臨賓 生蚵蚵燒死 制定暗殺名單 接著就是受內地 紅色恐怖 萬歲 這些這樣的思潮 這個是當年 明報的一篇社論 題目就是 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 它說到 就是 近數日來 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 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 為何打巴士、電車司機 因爲它們不肯罷工 不肯罷工就被人打 炸油證局 焚燒報館 等等 明報的社論 說是一個恐怖世界 第一 為了製造炸彈 他們號召非專業人士 在毫無保護裝備的情況下 製造炸彈 妄顧他們的安危 譬如 中華中學 中華中學的實驗室 大家知道 讀 學術當然要有實驗 他們的實驗室 就是拿來做冰工廠 後來 誰知道 原來其中 有一次 失手 炸斷了 一個學生的手 才揭發 原來左派 利用學校 來造冰工廠 中華中學 封了 這裏提到中華中學 的時候 我就要呼應一下 為何我說特區政府 剛成立 就要急於為六七暴動平反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第一任特首 董建華先生 就是中華中學的學生 我們的第一任律政司司長 梁愛思小姐 也是中華中學的學生 你看到 我情意結 是嗎 在中華中學 畢業的 讀書的 同學 已經當時是 跟左的思想 他們學校被封 心中有些 屈結 所以在掌權之後 馬上要為這個 為這個 為這個 暴動 來平反 所以 你看到 這個關係在這裏 在暴動期間 由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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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寨冰工廠 造的炸彈 總共是 造了 1200枚 這個 真 真 蛋 連上 假的有8000枚 導致 一名英軍 兩個籍警察 和12名無辜平民 喪生 第二種恐怖主義 手段 就是 制定暗殺名單 當時 這份材料 很珍貴 除了這份報紙 有這個消息之外 當時 左派報紙 都沒有去報道這件事 在內部會議中 即是 中共高 香港地下黨 高層的會議中 在會議中 一群人 制定一個 所謂漢奸的名單 是要處決的 喏 這篇報道說 為了響應北京 關於放手發動群眾 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的鬥爭隊伍 為了響應這篇號召 由權威人士 主持部署工作 通常 在左派的術語 而言 權威人士 一定是 當地的黨領導 黨的最高領導 開了會的目的 就是 制定一個直接打擊的對象 要對他們實施 民族紀律 民族紀律 這篇文章沒有寫 是什麽 下一張sline 我會告訴你 什麽叫民族紀律 他們 在資料室裏 翻很多群眾檢舉的資料 制定一個名單 然後 將這個名單 報北京批准 所以 由唐到美北京都參與這件事 當時制定了四個人 四個人 作為民族敗類 他們就是敗類的 因什麽事做好敗類 就寫在這裏 還要說明 這個僅僅是第一批 還有可能第二批 第三批 那你一公布的時候 變成當時的所有 在政壇上公開反對 反對暴動的人 當時人人自危 所以 查兩洋 馬上 走到新加坡避難 接著就是 殺林彬 將林彬 會不會燒死 林彬燒死 當日 用地下座間突擊隊 司令部發表公布 宣布他的四大罪狀 宣布他的四大罪狀 你們看著 你們看著 大公布大公布 很大篇幅 是歌頌這件事 接著有 青華街 兩子弟 在街上玩的時候 不碰炸彈 當場被炸死 這件事是一個很嚴重的 是引起全香港市民的公憤 這件事 那好了 我們要問 為什麼 暴動期間 香港左派 是 這麼 熱衝於 用一些恐怖主義的 手段呢 大家不要忘記 當時 中國是進行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殘酷 是歷史上所謹建的 其中一個 之所以可以做到這麼殘酷呢 就是因為當時 北京帶頭宣揚 紅色恐怖萬歲 當時很多紅衛兵 在他們的學校 私設刑場 即逗老師 逗 lesbian 逗戚 紅五類 逗蝦五類 私設刑場 行圓餑後 lad了很多血 然後他們 用 受刑人的血 在場上 寫籠 紅色恐怖萬歲 在那個年代來說,紅色恐怖是大條道理的,堂而皇之的。 譬如有一個,這張大字報我是在中大圖書館,USC的Library找的。 就是當時紅五代的一份雜誌,高夫紅色恐怖萬歲。 我們高夫紅色恐怖萬歲。 引用毛澤東一句說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可以用暴力的。 我們要在紅色恐怖的烈火上加油,燒燒燒。 造犯有理,造犯到底,紅色恐怖萬歲。 很典型的,這是當時內地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狀態下出現的一種思潮。 這又是另一張大字報,又是鼓勵推崇紅色恐怖的。 在這樣的思潮下,香港的左派肯定多多少少都會受這些影響。 所以他們就會在香港執行這些紅色恐怖的措施。 剛才所說的是歷史。 我很強調反思。 你不反思的話,你就永遠沒有法子糾正錯誤。 我認為,我感覺港英能夠反思,所以有暴動後香港的進步。 港共不能反思,不願意反思,所以左派事業在暴動後嚴重萎縮。 坦白說,我到現在為止,我未見過一份文件反映港英真的做過很系統的反思。 沒有。香港總共有三次暴動。 五、六年一次,港英做了一個報告。 六年那次,港英又做了一個報告。 唯獨六、七年,我到現在為止,看不到港英的報告。 但看不到他的報告,我覺得他應該是有做這個反思,否則他不會有政策上的改變。 你譬如,他在暴動之後,採取了很多措施來解決暴動的一些 root cause。 你譬如,我剛才說到,暴動是由三大矛盾,民族矛盾,階級矛盾,警民矛盾。 你看到很多措施,都是針對這些矛盾。 譬如,很簡單,由colonial secretary,這個字改為chief secretary,避免colonial的字。 然後,1971年開始,大量招聘本地的知識分子,入政府做AO。 1974年,中文成為合法的法定語言。 這些都是要緩和的民族矛盾。 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更加多。 譬如,勞工法例,有新假期,雇用條例,六年免費教育。 最重要的是十年建屋計劃。 這些做完之後,整個社會都均衡了。 官民矛盾那裏,他做了很多事情。 譬如,用McKinsey report,是說如何streamline government。 用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 行政吸納政治這個term,是你們貴校校長金苗基博士創立出來的term。 他形容港英政府很聰明地用一種辦法 是co-op你社會上不同意見進入政府做事。 這就叫做行政吸納。 成立廉政公署,成立現在的民政司等等。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要address那三大矛盾。 這些政策的出台,肯定是他經過反思之後才會出台。 反思之後,鄉社會七十年代開始走入一個繁榮穩定的高速發展的時期。 短短十年之後就成為亞洲的四小龍。 這就是敢於反思錯誤的效果。 相反,如果你不反思的話,你是不會糾正你的錯誤。 你譬如說在六七暴動這段期間, 左派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譬如黨國不分, 盲目的愛國主義, 用階級鬥爭, 一句說話就可以無視人的良心和社會的法律。 等等。 但因為他不肯去反思, 他造成他自己的陣營, 事業大大萎縮, 萎縮到不似人形。 我敢說如果不是因為回歸, 使左派大步復活。 如果按照我七十年代所看到的左派, 他會一直衰敗下去。 是回歸救了左派。 很多東西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因為我七十年代初期加入《文匯報》, 親眼看到左派整個事業的潰敗。 即是跟香港社會在七十年代之後, 急劇發展, 完全兩回事。 我這裏想很重點提一個, 我認為需要反思, 但他沒有反思的地方, 就是, 什麼是外國主義? 他很強調他們的行為是出於外國主義, 外國反帝反直, 那什麼叫外國主義呢? 美國有三個政治心理學家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 On the Varieties of National Attachment,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他裏面這篇文章的分析, 將盲目的外國主義, 和建設性的外國主義, 他的思想特點是怎樣, 他的行為模式是怎樣。 你看看, 你看看他在文目, 盲目, 我主義的項目那裏, 你看看他的思想特點, 和左派的思想特點, 一模一樣。 毫不置疑的, 對黨國的正面評價, 毫不動員的支持, 不能接受批評, 對象徵性的行為, 賦予過高的重要性, 譬如升旗, 升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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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才是愛國。 在行為模式上, 政治上不妥協, 合藝民族主義, 強調外來威脅, 強調外來威脅, 說到重的重得很厲害, 選擇性地接收對國家好評的信息。 這就是兩位、三位教授所說的, 盲目外國主義的一些很typical的反應。 由於他們不肯去反思, 變成了他們慢慢被這個社會 marginalized, 成為一個subgroup, 形成了他們很強烈的性格的缺陷。 心理學家叫做character floor, 譬如什麼呢? 自視我最愛國。 這一點, 在很多左派的人心目中, 都是犯有這個毛病。 我最愛國, 其他人都不及我愛國。 所謂階級鬥爭確認性很高, 動一下就將很小的意見上的分歧, 上升到為階級鬥爭的高度來看。 排他性很強, 不是跟他們講同一套政治語言的, 都認為非我逐類。 文化水平偏低。 這是他們對文化的看法造成。 他認為考會考是奴化教育。 不肯去學文化。 最要命的就是獨立思考的能力欠奉。 盲目服從一切。 盲目服從上級。 為什麼呢? 因為共產黨的要求, 就是要五個統一。 統一認識, 統一政策, 統一計劃, 統一指揮, 統一行動。 這個五個統一是毛澤東提出的。 毛澤東對所有共產黨幹部要求五個統一。 換言之, 不允許你有不同意見。 所以, 造成左派的人普遍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 而且, 盲目排斥新生事物, 或者社會進步。 這件事, 是很少人會知道的。 因為過早期, 和左派有很多接觸, 所以我知道。 我可以舉很多例子。 譬如, 六、七年之後, 無線的電視, 我不是說TVB這個公司, 是說, 用無線來收電視信號, 這件事在六百年開始引入香港。 以前, 就是麗的呼聲, 可能大家都已經不知道什麼叫麗的呼聲了, 即是要駁電線入到你家才能收到這個什麼。 麗的呼聲是一個黑白, 無線呢, 當時來說就是彩色。 你想都想不到, 左派, 在他們學校工會, 大力反對, 無線, 入屋。 即不是說無線TVB as an entity, 入屋。 而是反對, 發展, 無線的這種電視。 當時還有一首歌叫做, 什麼電視害處多, 電視駕壞弟弟歌, 即是, 是一套這樣的文謠, 即是我小時候都聽過這些文謠。 排斥公屋。 政府開始建建這個公屋的時候, 左派是拒絕申請的, 認為公屋是打散左派的團結, 然後將人們集中起來, 接受他們的改良主義教育。 所以早排的左派是不肯申請公屋的。 到現在, 賺分頭啦。 排斥社會進步。 譬如說, 當時美孚新村是一個最新型的屋羽發展計劃。 是香港第一間有大型屋羽管理的計劃。 當時我在文匯報做, 他反對文匯報報道美孚新村, 就說這些是美式, 藉著輸入美式管理, 來輸入美國的意識形態。 但這些真是很無厘頭的理由, 但他真的這樣說。 即是, 每一個社會都有一個 subculture group 是跟主流社會不同。 但是, 假如, 通常來說, 這些subculture group 不佔社會主導地位的時候, 對社會不會帶來禍害。 但這個subculture group 有這麼多character floor, 他成為社會的當權派的時候, 對社會的禍害就很大了。 我覺得這正正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由低水平的人來管理高水平的社會, 事實上就是這樣。 帶來很多問題, 以水平較低的人, 取代水平較高的人, 對曾育成的排斥, 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排斥曾育成的原因, 說出來都笑, 就是他英文好。 這不是笑, 我們聽起來是好笑, 但是, 當時來說, 曾若成作為民建聯主席, 他是創黨主席, 經常接受外國傳媒採訪。 黨內的黨友, 批評他, 為了展示自己的英文, 所以去接受外國傳媒採訪。 這些是否真是很無厘頭的事情。 但以水平低的人來取代水平高的人, 是比比皆是。 以落後的意識形態來取代比較先進的意識形態。 這就是, 譬如說, 顛倒我們的是非價值觀, 由於他壟斷了外國的話語權, 經常宣揚一些盲目的外國主義。 以極左的觀點來誤導中央, 使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實際情況。 這是我心有體會的, 因為中央經常派很多人來香港收封, 所以中央無法準確判斷香港的情況。 這是我集中聽得最多的, 即是左派向中央做feedback 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的政策, 就是無法指貼香港的民情。 如果你要講具體例子, 今次2017年的特首選舉, 不准曾育成參選, 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為什麼呢? 他說, 選曾育成就等於選民主派, 所以就不能夠選。 喂,大哥, 黃光雅都說是香港建制一部份, 既然承認民主派是香港建制一部份, 為什麼選民主派出來不可以呢? 更何況這不是民主派, 這是你親手培養根正苗紅的地下黨員, 地下黨都不行, 因為他的觀點太過liplo, 他主張北京要和香港的民主派大和解, 因為他有這種觀點, 所以沒有資格做特首。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即是左派的性格的缺陷, 怎樣形成了危害到今天的香港呢? 大家都知道, 張誠是唯一左中右可以接受的人物, 但不要, 因為你太liplo, 又不准曾俊華選特首, 即是, 用種種的理由, 即是包括, 譬如說, 我們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按照人大的規定, 來選, 進行的選舉, 左派的報紙說, 這是政權爭奪戰。 真是無厘頭, 我們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來進行的選舉, 為何會定性為政權爭奪戰呢? 這就是, 上綱上線, 階級鬥爭, 上腦, 一有什麼, 馬上用鬥爭的觀點, 來看問題。 亦說他是泛民代表, 代表西方勢力, 代表西方勢力的證據, 就是他請的, 他的團隊裏面, 有些人是做公關公司, 幫美國公關公司打工, 就是外國勢力, 就是那種, 排他性很強, 不包容的這種心態, 造成今天, 這個, 所以, 我的power point 的題目就是, 那個影響是到今天的, 歷史沒有如果, 但是, 我想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如果當年, 左派暴動成功, 今天的香港, 會是怎樣的香港呢? 當年一個, 暴動的參與者, 他今天, 還在六七動力裏面, 很active 的, 六七動力就是一班, 意圖要為, 努力為六七暴動, 平反的一個團體來的, 他在裏面很active, 但是他自己都親口跟我說, 恨好我們當年失敗, 否則他們對不起香港, 當然歷史真的沒有如果, 大家不妨設想, 如果當年成功, 今天的香港, 是一個怎樣的香港呢? 我沒有辦法去想像, 今天的香港, 如果當年成功, 現在香港會是怎樣的, 我只能給一個comparison, 就是澳門成功了, 當年澳門左派, 澳門地下黨成功了, 奪取了澳門的管治權, 和香港六七暴動之後, 分別在哪裏呢? 我這個表就試圖分析, 澳門一二三事件, 和香港六七暴動之後, 分別對兩個地方, 產生的影響。 文革因素兩個地方都是相同的, 暴亂結束的方式, 澳門政府簽署認罪道歉的文件。 對澳門來說, 葡萄牙就認為其恥大辱, 從此喪失了管治意志, 還在1974年主動提出歸還澳門, 主動的, 是葡萄牙自己提出, 你收回了。 可見得它已經完全失去了管治意志。 為什麼呢? 在澳門, 共產黨成功之後, 澳門變成半個解放區。 每樣都聽命於澳門左派。 行政管理, 它不再主導了。 它, 何然就成為影子澳督, 澳門完全不作為, 澳門政府完全不作為。 因為它, 你也很理解的, 就是受到一個這麼大的影響, 走去澳門的澳督, 要去珠海簽署認罪書。 那它便不放屁。 放屁的時候, 根本也不會和你規劃澳門的長遠發展計劃。 從而錯失了資本主義七十年代大發展的機遇。 好, 那你在澳門便陰光下去, 亦對中國的價值來說, 就不太大了。 公民社會更加不用說發展了, 因為事實上它已經成為半解放區了。 人民的心態, 仍然是封建神民, 或者殖民地的順民的心態。 公民社會無法在澳門身根, 對回歸的態度, 由於你實際上已經成為半個解放區了。 回歸不回歸, 對他們來說分別不大。 所以, 在回歸的過程之中, 澳門是非常順利的。 在澳門回歸的過程之中, 香港草耳基本法是爭得很厲害。 香港和北京是爭吵得很厲害。 澳門完全風平浪靜。 但是, 有個很大很大的分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澳門的基本法, 沒有規定要普選。 香港的基本法, 規定要普選。 當然, 事到今天為止, 已經沒有意思了。 你普不普選, 大陸這二十年來都用了很多種方法, 去改變普選的意義和做法。 今次連未開跑, 已經宣布誰贏了。 你普選不普選也沒有什麼意義。 但在文件上來說, 這兩份基本法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香港要給你普選, 澳門不用給你普選。 我不知道, 如果當年香港左派成功, 會不會喪失了七十年代的大發展機遇。 但從澳門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 肯定由於左派勝利了, 澳門從此一決不振。 第二個如果, 如果大陸的阻禍再伸到香港, 怎麼辦? 當年, 大陸文化大革命的阻禍伸到香港, 香港有一個港英政府, 有很強大的管治意志, 硬頂下去。 如果現在又有類似的東西來香港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一個強大的管治意志, 去防止這些東西, 來侵蝕一國兩制呢? 這是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至於大陸阻禍會不會再來呢? 我覺得不稀奇, 有跡可尋。 下面幾張sline, 我特別要聲明, 我是借用鄉大學, 這個JMSC, 前江教授, 他一個很unique的研究。 他是, 其實是一種西方的content analysis, 但是他是用, 將它數據化, 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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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研究。 這幾張sline, 我都是借用他的成果。 我們看看, 出現在人民日報上, 共產主義的趨勢是怎樣的。 從1985年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 共產主義是逐漸在公眾的話語中消失, 十級而下, 即是提到共產主義這四個字, 的時候呢, frequency 是不斷地下降。 今時今日, 由2013年開始, 2013年大家知道是甚麼事, 即是誰上台了。 共產主義出現的frequency 是逐步逐步增加, 增加到去年呢, 是倍增。 這個你不要小看這個分析, 我覺得這個分析呢, 是很雄辯地說明了, 現在哪種話語是佔主流地位。 原來現在, 共產主義這四個字呢, 是慢慢回到公眾的話語領域裏面。 但這是一個很值得警惕的趨勢, 你問左的東西會不會回頭? 這些就是很明顯的左的東西回頭的一些跡象。 然後呢, 他又用人物報的紅色詞語來做同類分析。 甚麼叫紅色詞語呢, 他都有解釋, 所有文革的時候, 用過的詞語, 除了說紅色恐怖晚稅那些不算之外, 即是很極端的那些不算之外, 這些都是紅色詞語, 即是說, 傾向於保守, 傾向於左的詞語, 他集中叫做紅色詞語。 他要分析這二十四個紅色詞語, 不是說紅色詞語。 那下廢話是中閆孔中的圖戰狀況。 慢慢用過去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維來講話 所以說,如果當年的六七暴動是文革向香港伸延的結果 今時今日,內地出現這些左的思潮時 這些思潮是會來到香港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去年文革五十週年的時候 香港有一幫人在街上巡遊、巡行 歡呼文化大革命高舉毛澤東思想 打到鄧小平 聽說,在中大有個會 又是紀念文革五十週年 那幫人又跑來 在會上高呼文化大革命萬歲 當內地有這種思潮時 自不然香港便會有這些人在呼應 那所以呢,從那兩張視頻看到話語的轉變 你看到這個危機是存在的 那為何今天會出現這種思潮呢 我這裏就列出了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 跟著這個 chronological order 他講過些甚麼,做過些甚麼 使到今天出現一種阿文革的情況 阿文革不是我的發明 阿文革是內地學者的發明 他因為在看到習近平這幾年來 所推崇的東西之後 他們是擔心文革會重新出現 當然現在習近平不是毛澤東 正式的文革不可能出現 但類似文革的東西是會出現的 所以他叫做阿文革 那我不詳細地 go through 這些六個措施了 但這六個措施呢 是有效地 rekindle 那種阻礙的東西 這裏我想引用 多維雜誌的一個說法 大家知道多維是經常為習近平的政策 做解說的 或者開脫的 他就是 他第一解釋 就是 習近平這麽多東西 是左的 他說這是左翼政黨的政治基因 即是沒辦法 你共產黨是左翼的政黨 所以你一定有這些基因 他就用政治基因這件事 來justify 為什麽習近平上台之後 開始出現這麽左的事情 但這個說法是 不堪推敲的 江澤民時代 胡錦濤時代 都是共產黨 為什麽他們的時代 這個左的基因 不會出來呢 所以這個解釋呢 僅僅是為了幫習近平 推行一些左的政策的時候 是開脫 現在 大家知道 鄧小平 1992年 有一個很出名的臨循講話 他關鍵就是 要防止左 左 左帶有革命的色彩 好象越左越革命 但是左的東西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 可怕啊 一個好的東西 一下子就被他搞掉 右可以撞送社會主義 左也可以撞送社會主義 中國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左 這個可以說只有鄧小平的遺言 他的遺志 遺囑 但今時今日 全部都 推翻了 那我自己覺得 我很多左派朋友 我希望 這是我個人對他們一些期望 就是從 一定要學會 反省 搞清楚 什麼是 對國家民族最有利的 不要為權為常 一定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 我希望他能夠總結 中共 港澳公委 六十年來的 三大左傾錯誤 這個三大左傾錯誤 都不是我的標籤 這是李後 港澳辦主任李後 他寫過一本 《回歸歷程》 他裏面 就是 講出 中共中央有一個共識 就是六十年來 建國六十年來 在香港的工作上 出現了三次 嚴重的左傾錯誤 但是 雖然是這樣 我未聽到 左派在香港 有 認真去反思這個錯誤 所以你不去反思這個錯誤的時候 你就會不斷去重複這個錯誤 還有 希望他們能夠擁抱香港的核心價值 盡量融入香港社會 到現在為止 你看左派的思想 語言 和香港社會 是完全不同的 你如果接近他們的圈子 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 一整套東西是不同的 亦希望他們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上 在憲法上 法律上 政策上 意識形態上 各方面 都盡量 維護 兩制的完整性 現在出現嚴重的問題 就是一國 押兩制 他們就是 經常用一國 來押兩制 所以 令我們香港人 這麼不開心 假如他們能夠 多些維護兩制的時候 可能對香港會更好 特別要通過他們和 中共中央 血緣的關係 能夠化解香港和內地的矛盾 我覺得如果左派做到這五點 就是他們對香港和國家最大的貢獻 我想這個期望 我就講到這裡了 也借此來到這裡 就是 結束今天的演講 我想這裡 引用一個 徐斌先生的一個 一個 講話 宇 vad 對平反 對平反 radio 那些左派很希望平反這六七暴動 交代 他認為平反才能夠社會得到和解 徐先生說 社會和解不是不計前嫌 而不是不計前嫌 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傷 不是要算帳還債 更加不是要以牙還牙 而是要釐清歷史的是非對錯 實現和解和諧 幫助建立正義的新社會關係 對歷史的過錯道歉 目的不是要追溯施害者的罪行和責任 而是要以全社會的名義承諾 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 我希望左派的朋友 當年的暴動的策動者和參與者 能夠體會這位學者這位教授的忠告 多謝大家 陳偉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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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走快兩步了 樓下先到樓上 樓下先 是誰?叫什麼名字? 程先生你好 我叫王佳林 機械與致用快工程四年級 在1967年的時候 工聯會主席楊剛成立 鬥委會策劃六七暴動 在去年旺角騷亂事件裏面 工聯會譴責暴力 對於這兩件事件 工聯會的立場和當中的轉變 請問程先生有什麼看法? 工聯會的立場 可能要問他們工聯會才知道 但我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看 兩件事是不可以相提並論的 為什麼不可以相提並論呢? 六七暴動 是文化大革命外言 向香港伸延的結果 旺角事件是純粹本土的事 還有呢 六七暴動 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 而且是傾國家的力 來幫忙 來支持這個暴動 剛才我舉了很多例 又給錢 又給武器 然後又解放軍 又在沙頭角開槍等等 是一個國家的行為 不是一個民眾的自發行為 他們當年 推動暴力 是想達到 是因為受文化大革命影響 想奪權 因為文化大革命最核心的目的就是奪權 他們受這種影響 要奪港英的權 旺角暴動 或者 乃至近早的佔領運動 都沒有奪權 的成分 所以 兩者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至於工聯會 為什麼他轉變立場 最好工聯會的人來答 好 多謝程先生 上面有一位 上面沒有 下面那位先 程老先生你好 我是會計系四零級學生 莫景成 我叫程先生 你和前文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程先生 應該是分屬 成本來書院的校友關係 我想請問你 對於 當年曾前局長 他被 國英政府時代的法庭 判處 在六七部當中 判處煽動罪 然後 立即收押 監禁他兩年處罰 而 並非 被他 先升讀大學 然後再判處 換刑的做法 你覺得會不會有些 太過嚴苛 或者太過 強硬呢 多謝法庭先生 有幾樣不同 真是兄弟都是我的校友 在個人層面上 我會對曾德成的遭遇是同情 但是 我覺得 有幾點 是要注意的 第一 當時 全社會是處於恐怖主義的襲擊下 剛才我引用明報的社論 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 今時今日的抗爭者 雨傘也好 旺角也好 沒有對社會造成恐怖主義的感覺 嚴重性 完全不可同一而語 所以當時來講 港英為了要制止這種恐怖主義的暴行 他是用了緊急條例 緊急條例 就是授權 政府可以不需要理會你這麼多 即是法律程序 那些事情 是收監 但這種 你如果是 當成一種legal atrocity 來看的話 都未嘗不可 但它是因應於當時 全社會處於恐怖主義狀態 恐怖襲擊威脅的情況下 我覺得 是可以理解的 即是 會出現這些所謂legal atrocities 所以那個環境不同 第三個不同是什麼呢 就是 當時的法庭 是被所有的青少年犯 是有一個機會 是免於刑責的 即是譬如說 當時是很多法庭 就是說 只要你認罪 我就可以輕判你 但當時這批 這批青少年犯 是受了他們的領導 的要求 採取 對港英的法律 採取三次政策 什麼叫三次政策啊 鄙視 滅視 和藐視 就是他們規定呢 是對港英政策 港英的法庭 港英的法律 港英的法律 取取三次政策 三次政策呢 是人民日報 提出來的 人民日報 6月3日有篇寫論 就是要對港英的 湊法令 取取三次政策 既然他們採取三次政策 的時候 又一吾求情 二吾 二吾 辯護 那你只能夠 就是 接受 那裁決 就是 並不是說當時的法庭 沒有給他機會去脫罪 有 公道來說是有 但是他們選擇 採取三次政策 在法庭上 高 勞動有理 這樣 那他被判刑 你沒得好說了 即是法官想同情你 都沒有機會同情 即是這一點 就是往往 左派 撇去這一點 是不說的 就是 說是怎樣 因為 這個 這個 legal atrocity 他們受了多少 呃 呃 判了多少年 但是完全 完全 不去提 或是 左派要求他們 在法庭上 在法庭上 是取取三次政策 嘛 是不是 所以 那個 分別就在這裏 下面樓上的一位 是 請問 樓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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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政府 嘗試 是用不同方法 去 white watch 甚至乎 左派 是想著 legitimize 六七暴動 即是包括警隊啊 或者其他的組織 都是這樣 但是我就有一個問題 我就覺得幾糾結的 那當然我們是要 就是 up hold 當年六七暴動 是發生了這個 共產黨 文革的那個 浪潮下來香港 但是 當年有很多的 參與六七暴動的人 呃 呃 他們很多都是 聽了左派工會的 一些號召 或者覺得社會很不滿 而去參與這個 六七暴動 那本來就是 他們以為 呃 工聯會那幫人 會照顧他們 但是 到最後就 有少少難聽些說 就借完鬆啦 那麼到最後 他們是 即是 無論被人 炒了 甚至乎 即是令到 六七暴動是令到他們的一生 是盡毀的 那麼 我想問一下 程先生 你覺得這一幫人 算不算是 六七暴動的 受害者 而 去到我們這個年代 在我們 堅持這個歷史真相 的時候 香港社會 應該是怎樣 呃 就是去對待 或者看待他們呢 呃 這個問題很好 這個問題呢 亦都是 呃 目前在香港有幾百個 呃 呃 當年是這個 呃 受了左派的宣傳影響 而上街 而導致終身遺憾的人 我 我 我身邊有很多這些人 有些朋友 他是絕口不再提 六七這件事 即是 比利羅市十四 十四個學生 那樣 其中有些人 一講起這件事 就很傷心 就哭 我有些 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 是 呃 因此 因爲六七之後 那種抑鬱 導致他走上主路 呃等等 都是 左派暴動的受害者 只不過是 有些人 在街頭上犧牲 或者是炸彈 呃 無辜炸彈炸死 這幫人 是無辜地 是 在他們 他們 弱小心靈 在成長過程之中 他們 是受了這些 打擊 直到今天為止 都很不平衡 有 有 有很多人為此 要吃 一世的 抗抑鬱藥 我也有這些朋友 那麽所以呢 我對他們來說 是 是 很同情 但在個人層面上的同情 和 呃 知不支持他們去 平反 是兩回事來的 我覺得 就是 我覺得他們 今時今日 這種處境呢 更加令我 感覺到 人 是要 培育 一種 獨立思考的能力 為何我這麽強調獨立思考的能力呢 坦白說 在暴動初起的時候 我是一個 支持者 雖然我沒有去參與任何的 的 的 示威遊行 但我心理上是完全支持的 為什麽呢 因為 我剛才說過 我是親歷 民族矛盾 親歷階級矛盾 親歷官民的矛盾 這些事 一件件在我 在我 那個 formative years 裏面 是發生過 對我的傷害 所以我完全是理解 為什麽會有這麽暴動 但在這個過程之中 當你 看 隨著局勢的發展 你 要開始 要懂得 分析 哪些是對 哪些是錯 我覺得 整個過程 就是 開始 由 支持者 到 觀察者 到最後 成為反對者 這個過程 你是不能單單 從 香港暴動 來看得到 譬如說 香港暴動 到 燒臨賓 炸 小哥 之後 我就 開始 是 覺得 有問題了 即是 更合理的抗爭 都不能夠 用這些恐怖主義手段 當時小時候 根本 又不懂得有這個 特朗 叫做 恐怖主義 但 有種 有種 自我反省的能力 就是 你都不能夠採取 這些 手段 好了 到六百年的時候 六百年 當你目睹 大量的浮屍 由大陸飄離香港的時候 你又知道 香港的災難 是跟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是分不開的 你便看到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那種慘況之後 你就開始 看回 看回 我在浮屍事件 是六百年才有 六七年 暴動的時候 還沒有 到你去到六百年的時候 看回六七年的 殘酷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知道 哦 原來這個是 文化大革命 向香港 伸延 的一個結果 那時候 你就會 會 對 左派這個暴動 產生懷疑 但是你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 是否對 是對的 當時小時候 我不知道 到一九六九年 到一九六九年 我看到中共召開九大會議 即是第九次代表大會 將林彪的名字 寫上黨章裡面 規定林彪是 毛澤東的接班人 我知道 就是文化大革命 是絕對錯的 因為 common sense 我們不需要太多知識 common sense 告訴我們 一份黨章 沒有理由 將 那個 接班人 寫上去 這是完全違反common sense 為何大陸會這樣做呢 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從common sense告訴我 大陸整個文化大革命都是錯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對六七暴動的認識 是由 初初支持 看看不對路 那些手法太殘酷 到開始懷疑 到最後否斷 整個過程 都是 是 不斷反思 不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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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獨立思考 來 建立的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很強調 特別你們 今天在香港讀書的 學生 大家一定要無論如何 建立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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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叫做港督府 現在叫做禮賓府 天天在這裏 又叫做 紅書仔 又周圍扔菠蘿 即炸彈 我呢 就在麥當勞道讀書中學 我們又是穿白衣衫 男丈夫 中學 放學的時候 很容易被警察誤會了 我們就是左仔 於是我們就被迫 每日要帶一條紅胎 即是我們校胎要帶著 我都可能是受害者 中學的時候要經常帶著 我們很多謝程先生 跟我們分享 其實你們很多都未曾出世 多謝程先生 多謝 再次多謝程先生今天的演講 為表示感謝 現在有請黃乃靖教授 至宋紀念品給程祥先生 謝謝 請院長、陪同、張嘉賓先行離開 其他同學請安坐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